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二的开市感浪 首先跟大家跟进欧美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在10月第一个交易日持续做好 三大指数都创收市新高 美国9月ISM制造业指数升至60.8% 初近13年半的新高 数据反映经济势头强劲 有利股市表现 杜瓊斯指数收市部22,557点 上升15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部2,529点 上升9点 纳斯特克指数早段曾经升至6,527点 创即市新高 其后一度倒跌至6,484点 收市部6,516点 升20点 资源、工业和金融股都做好 拉斯维加斯发生严重枪击案 造成多人死伤 博彩股偏远 其下肇市赌场的美股煤大跌近6% 但收市之后交易时段回升约0.5% 至于枪械制造股就高收 欧洲股市普遍做好 西班牙股市就跌1.2% 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演变成警民冲突 政局紧张拖累当地银行股下跌 欧元区金融股也受压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部7,438点 上升66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部12,902点 上升73点 巴黎契指数 收市部5,350点 上升20点 至于商品期货方面 美国转贪活动近7星期以来首次增加 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产量上升 拖累国际油价回套 纽约旗油收市部每桶50.500美元 跌1.09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部每桶56.12美元 下跌1.42美元 金价跌至近7星期的新低 纽约期间收报每盎司1272.7美元 下跌8.8美元 美国上月制造业数据理想 带动美元向上 西班牙加泰罗里亚局势 引发政治不确定性 拖累欧元下跌 美元兑港元报7.8114 日元112.68 欧元1.1733 英镑1.3266 瑞士法郎0.9744 家元1.2514 澳元0.7829 樓元0.7189 美国国库债券方面 1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340 3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870 今个环节 我们请来Arnold 跟我们跟进美股的表现 Arnold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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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拉斯维加斯 发生了枪击案 但见到 美国三大指数 昨天都齐创新高 道指更加可以说 越升越有 再破顶 全日升152点 是不是都没有反映枪击案 还是这件事对美股 可能未有太大的困扰呢 其实看回这段假期间 其实外围方面都比较多的消息 而消息层面上 其实利淡是相对比较多的 除了美国的枪击案 一些恐怖襲击之外 也都牵涉着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独立 上面都见到事件冲突 或者矛盾性 仍然是非常大的 短期来说 这些不明朗金素很难消除 但事实上 看回股市反映上面 其实整体而言 就没有对这些消息造成 一个过大的负面反映在 反映那边 纯粹可能会市上 做一些相应的调整等等 但实际上 你会见到第一方面 从各项资产价格上 市场的避险情绪 就一点都不大 甚至说投资气氛 仍然相对比较乐观 最主要都是观望一些 经济数据 特别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 是非常之强劲 所以说12月底 在加息的可能性 其实是明显地增加了 所以一些国际金融股 近期来说 都有个强势的表现 支持指数上升 至于欧洲方面 其实情况 都是差不多 其实政治是比较混乱 但实际上 经济状况 的而且确有个 逐步改善的情况 其实你看看西班牙 加大隆尼亚 公投事件等等 其实本身 大家看西班牙人 当地对经济的看法 其实不是太过差 纯粹对马德里政府的不满 等等 所以实际上 本身事件 可能就是在说西班牙的内政问题 所以市场都未必对这件事件 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在 我觉得现阶段 对投市的看法 其实真的不要看得过分悲观 因为看到整个环球投资市场的气氛 仍然是相对比较乐观 始终现阶段仍然是处于一个 经济复苏的状况当中 那个经济步伐 会不会停滞不前 看到可能性 暂时来说真的不是太大 所以整体也有理股市方面的表现 所以说现阶段恒指 可能反弹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反映着利好因素上 所以我想外围方面来说 除非真的看到有些很庞大 譬如说北韩局势再次紧张 有机会爆发核战争等等 这些相关的风险因素 但其实你看看普遍分析 觉得机会性真的不大 所以如果现阶段市场的总结就是 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利淡消息 我想市数或者股市上 仍然有条件不做好 好 看完美股之后 都和Anno说谈香港的股市 港股上星期在假期之前 就交头转胆 港股今天就服市 不过内地股市 以及互芯港通 就要在10月9日才重开 虽然没有不遂 但见到港股今早都表现不错 高开329点 现在都升273点 附在27825点 是否虽然没有不遂支持 但股市的气氛仍然是刺烈的呢 其实没有北水的支持 只会导致整体现大市的成交金额 可能会略为低一点 但整体现成交不会有急削萎缩的情况 因为现阶段看到 即使欠缺北水 好像过去星期上星期五的交易上面 大市的成交金额 整体现都维持至800亿左右的水平 如果大家印象记得 整体现整个2016年 大市的成交金额 都位置600亿 700亿左右 所以在反映什么呢? 即使在假期前 官网气氛比较浓厚 大市的成交也有800多亿元 其实也在反映市场现阶段 投资情绪仍然是比较乐观 也在反映市场气氛仍然是乐观 最主要是受惠经济复苏 预料企业的盈利能力 仍然会有增长 至于股市方面 除了受惠外围的A分号之外 也可以留意 虽然A股仍然处于一个假期优势的状态当中 但是有些消息说 人物银行未来准备 正式宣布会对于一些维抱基金 维抱金融上做一些定向降准 其实实际上这个定向降准 对于经济或者股市的刺激作用 不会说很大 即使释放出来有千亿月的流动性 这些流动性资金 都很难说会流入股票市场 或者房地产市场做一些炒作 但是这是一个货币政策的异向 其实银行做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 市场解读都会仍然是乐观 他们都在说人民银行是乐观 当一旦经济有个变差 或者是有个风险之前 他们都会再继续有些动作 去支援经济 所以实际上的帮助 相信不是很大 但是在意义上 其实对股市来说 都会造成一个利好作用 所以我想现阶段 除非真的看到A股短期 有什么特别的利淡消息 如果看不到的话 其实股市的指数 有机会再逐步向上反弹 好 看完大市之后 都和Anno说一些个别股份 首先说了175吉利汽车 看到大摩调升了吉利的目标价 由15元调升到30元 而评级也由持有调高到增测 看到吉利在开市的竞价时段 已经急升超过6% 现在升幅收窄了少少 升4.5% 报23元 距离大摩的目标价30元 还有一段距离 Anno 你觉得吉利汽车的上网空间有多少 其实一直以来强势的汽车股 无论是吉利、广汽、比亚迪 如果你用估值去看 现阶段他们的市盈率 即是用16年的业绩去比 市盈率固然是高的 很多都可能30倍 20多倍PE 流上 以吉利为 如果用16年的业绩固然 有36倍市盈率 在汽车版块当中属于偏高 但始终说 你看到吉利的中期业绩 有1倍以上的增长 大家预料不止17年 18年吉利仍能够维持强势 始终公司的新能源汽车目标 定到2020年 有9成的战备以上 原料这些新的新能源汽车 会为公司带来可观的盈利增长 所以吉利 未来的盈利前景的确是乐观 如果你仍然能够做到市场的增长步伐 即是预期的增长步伐 估值提升到30元 的确是有可能的 但现阶段的确是可以马上看好 这方面我仍然有保留空间 始终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看回11月份的新车 一些高档和波波合作的 一些新型的SUV汽车 销售情况是如何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如果仍然未见到 有一个乐观的洗头出现 都担心股价在这些位置 随时有机会做调整 但你看回技术走势 这些位置的确仍未有条件 如果用强劲的预测去量度公司的股值 股价呈现有机会再向上突破 所以看法 这些位置吉利利一日未跌穿 条20天线21.5这些位置之前 的确仍然有条件继续向上突破 至于短期后市的阻力位 在24.7这些日52周高位 接着再和Arnold说一下豪赌股 因为看到澳门公布了九月份博彩收入 按年增加了超过1.6 去到213亿元的澳门元 预期增加一呈四是高 已经连续14个月 录得按年增长 看到今天的豪赌股也普遍做好 但澳门的旅游局也有公布一些数字 就说10月1号 訪澳的旅客人數按年減少了1.6% 而內地旅客亦去年跌了1.1% 當時大家都很期待 10月的博彩數字賭收會否再上升 因為有黃金收 但澳門旅遊局這樣公佈完之後 會否有些隱憂在呢? 對於澳門博彩股來說 其實基本面上一定向好 因為始終九月份 博彩收入了雙位數字的增長 本身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數字 因為始終九月份 上年就是2016年 本身有些新賭場的落成 本身已經令到的基數非常高 在高基數效應下 仍然有成雙位數字 一成以上的增長 有成16%的增長 當然是仍然一件好事 但第一方面大家看到 就有一個按月下跌的跡象 第二方面就是 始終這個高基數效應 未來的增長勢頭 能否繼續維持一個雙位數字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是100年開始 增長速度再次放緩 現階段豪賭股的股值 到底屬於高還是低 這個市場看法仍然分歧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對於豪賭股 短期後市的看法 由於博彩的數字表現 仍然是強勁 所以不需要看得太淡 當中銀魚這些 之前中期業績比較強勢的股份 仍然會建議大家繼續看好 但要留意就是這樣 以銀魚為例 現階段市盈率40多倍PE 但預測市盈率20多倍左右 的確是股值上屬於市中 不算特別高 不算特別低 所以未來來說 特別說短期可以關注 就是黃金周的整體研究博士 收入表現上 如果見到大航然說 數字仍然表現良好的話 這個版塊的確不排除 短期後市有機會 繼續向上市高位 銀魚今天創了52週新高 暫時報55.55 升1% 至於金沙中國也升1% 報41.05元 而澳博升5千 報7.2元 新號國際也創過52週新高 最高見過23.15元 現在報22.75元 恆指暫時升240點 報27,793點 事於國企指數 升141點 報1萬1,048點 麻煩Anno你的詳盡分析 也跟你申報 剛才提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麻煩你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 要財MoneyHu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1269.43美元 賣出價1269.75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16.5715美元 賣出價16.5975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Hunter提供